多谢回来这个赏心阅读 上一集开始我开始介绍一些 叫做Creative Reading 叫做创意的阅读 什么叫创意阅读呢 我再简单复述一次 就是一般来说读者来说 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作者 和一本书本告诉你 听到的知识或者讲故事 但是如果这个读者放弃 或者不禁忧于这个被动权 你要做一个主动的读者 就是一定要好像抹风一样 是采尽百花的蜜汁 然后是你自己酿成你自己的心得 这个就叫做Creative Reading